俄乌戰況持續 烏克蘭指在黑海蛇島徐德勝利 擊退俄軍 俄羅斯就說為了釋出善意 從蛇島撤軍 烏克蘭官員指 烏軍通宵發動火炮和導彈攻擊 將俄軍趕出這控制通往奧德薩海上航道家戰略據點 俄羅斯國防部就說 俄軍放棄蛇島在向外界釋出善意 表明不會阻礙聯合國建立讓農產品運出烏克蘭的通道 烏軍在烏克蘭東部繼續陷入苦戰 盧金斯克州州長說 俄軍從多方向炮轟尼西昌斯克市 雙方在煉油廠附近激戰 俄羅斯傳媒報導 俄軍和親俄分子已控制煉油廠 親俄分子預計 只需要數天就可以控制尼西昌斯克 西方國家再加碼支援烏克蘭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華府將在未來幾天內 宣布再向烏克蘭提供至少 價值8億美元的防空系統 和其他武器 並強調普京發動戰爭 只會令北約更強大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接受美國有線新聞訪問 認為普京低估了烏克蘭和北約 犯下大錯 又指普京宣稱不想北約擴大 但是戰事爆發之後 北約反而多了兩個成員國 普京接見到訪假印尼總統 佐科維多多的時候重申說 全球食品市場不平衡 是部分西方國家 多年來不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所造成 又指俄羅斯不會阻止烏克蘭出口糧食 佐科維多多表示印尼願意為俄烏建立溝通 他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普京傳話